大家好我是Ray Ma 之前大家的留言都看到會不會多一些性價比手機或小米手機的評測呢 今天終於有行拿到我的紅米4x和小米5fix去跟大家測試 但今天會先跟大家測試當中的便宜中之霸就是紅米4x 對它的期望都可以用就非常好 但重點是否各方面都可用呢 事不宜遲去片 這次同樣都是拿到黑色的版本 所以手機看起來就更加有質感 影片的效果都會更加好一點 而我一拿到這部紅米4x最大的印象就是 很久沒用過這麼小的手機了 螢幕只是5吋而已 整部手機都比起我Note8的屏幕更小 而千元級的紅米4x背面都同樣用了金屬質料 磨砂黑的機身看起來都頗有質感 而頂和底端就是意料之中 塑膠用料 反而是金屬部分的冷冰感和工藝明顯不及自家的5fix 有一些虛和塑膠的膠感 但金屬的特徵是爽滑的 所以就比較奇怪 不過千元級的平中之霸 小米還在背面加了四邊的3D 弧形設計 所以上手都很圓潤圓滑 甚至正面的玻璃面板都給了2.5D 弧形工藝 電源鍵和音量鍵都有鑽石切割邊框點綴 按鍵的深度和反饋力都嚇了我一條 甚至指紋掃描器的邊緣都同樣有暗黑色銀色的邊框點綴 的確紅米4x的設計就是沒有什麼設計 國內手機常見的外殼 但小米出品工藝都是可靠 不會有太大失望 至於硬件配置方面 下巴繼續設有實體度向見 但今次並沒有背光燈 反而在主業鍵的下方就隱藏了一個單一白色的通知提示燈 在頂端就只剩下聽筒Receiver和前置相機 不過在頂側居然還有紅蓄線萬能遙控 以及3.5mm 耳機插口 剛剛也提到千元級的紅米4x 居然有指紋掃描器 而解鎖速度居然跟上了小米的旗艦手機 另外也同樣有支援雙卡雙待或者插MicroSD Card 配置大概都完善了 但仍然是有些投訴的地方 首先是缺乏NFC晶片 接著是MicroUSB插口 都快要淘汰了 還有紅米4x 底側只配備單喇叭 收音咪的音質都只是夠通話 整體都是沒有特別的設計 上手質感和硬件配置都有閹割 但工藝都有一定水平可靠 還有指紋掃描器 LED 提示等等 都是完善的配置 而功能和效能方面 紅米4x 原生運行件居於Android 6.0.1的MIUI 8 都快到2018了 希望小米會為這部入門手機帶來MIUI 9的升級 而Snapdragon 425 8核心處理器 再加上3GB RAM 操作體驗都幸好是非常順滑 看來驅動720p 螢幕都足夠 系統過場動畫順滑 反應都是迅速的 但Apps 的輸入速度 當然買一部Note 8 都快買到8部紅米 可以用Facebook 有驚喜的地方是小米居然給自家最入門的紅米系列 和最頂尖的小米錄共享所有功能 個人化設定包括大量的過場動畫 大多都是卡通化為主的主題雙點 甚至是將系統一分為二的Second Space 雙系統雙空間功能都有支援 這個功能每一次評測到近代的小米手機都有介紹 原因是配合雙卡雙袋的配置 雙空間就好像將體驗變成用了兩部獨立的手機 系統一任何檔案和資料都不會在系統二出現 反方向都一樣 另外都跟其他小米手機一樣有支援雙應用Duel Apps 最多可以登錄有三個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的帳號 連同剛才說的雙系統功能 甚至單手操作模式都有下放到紅米Forex 5吋的手機,單手操作看來仍然不夠方便 而在開單手操作模式之前的提示通知同樣有出現 所以系統功能千元級的紅米Forex體驗和小米的旗艦手機都相等 至於效能方面,繼續按照統一開Apps的速度測試 Snapdragon 425處理器再加3GB RAM 是我們2017評測過的手機當中最入門的配置 速度當然比不上中高階甚至旗艦手機 意外驚喜的是紅米Forex在第二回合的表現 所有Apps都繼續在背景執行 沒有彈出任何一個,甚至Apps和Apps之間的切換靈敏度都高 單一看第二回合的表現甚至超出了部分中高階機的表現 而綜合兩回合的表現,紅米Forex都幾乎去到主流中階機的水平 日常簡單複合WhatsApp,看看Facebook操作就絕對沒問題 整體功能是完善的,但性能效能就一般 不過多工表現是不錯 沒錯,來到相機部分 即使是小米的旗艦機,小米6表現都沒有太大驚喜 所以對於紅米Forex的期望都沒有太大期望 不過同樣要賺就是支援大量的拍攝模式 包括夜景HHT,任何角度傾側都會自動調整水平的模式等等 只是實際成像質素這個1300像素F2.0光圈的相機 在光圓充足的場景,油畫化已經比較明顯了 而動態範圍Dynamic Range在HDL模式的幫助之下效果都不錯 但同樣在光圓充足下午,細節的表現已經是一般了 另外也有發現紅米Forex的相機對於紅色的運算是偏向過高飽和度的傾向 美國國旗和NFL的字樣紅色有少許實真 一直到晚上,紅色的飽和度都是偏高 油畫化也變得更加明顯嚴重 細節保留度偏低,但整張照片在光圓上可的場景 雜訊都處理得不錯,比較乾淨的感覺 到完全入夜,但光圓上可的場景 光亮度滿意,但雜訊油畫化就更加誇張明顯了 細節全都抹走,相片的可用度偏低 更加極端,誇張低光的場景就不可求了,是千元級的手機 小米還明顯地區別了紅米和旗艦系列的相機表現 缺乏光學防手震,加上一般的夜拍效果 拍片也是一般 最後給大家看一張自拍 可以用的,顏色都是自然,飽和度到位 但同樣在陽光充足下午,油畫化已經開始比較明顯 整體紅米4X的相機在光圓充足去到夜晚,但光圓上可的場景都是可用 只是去到極端低光的場景,始終都是低加入門手機的限制 我們來到多媒體應用方面 螢幕也是一個要挑剔紅米4X的地方 5吋720P的IPS螢幕 先不說細節度,但白平衡都是偏黃偏綠 色域都明顯沒有小米MAX2或小米6的水平,那麼豐富層次 所以打機看片就不是最好的體驗 螢幕最高的光亮度都不足夠大家在戶外直接陽光照射地使用 還有就是這塊720P螢幕 294PPI,低過300,代表近距離看見有顆粒感 但低的解像度都令到比較入門的配置,操作起來都順滑 還有電池續航力都很有期望,稍後再慢慢看 至於單喇叭配置在千元級手機都是可以理解的 音量都足夠在戶外使用 意料之外的,耳機輸出的推力居然跟上主流的中高階機水平 四分三音量就足夠驅動XBAA3 設定內都有完整的均衡器選擇調整 整體,紅米4X不是一部用來看整日影片或欣賞4K影片的手機 但喇叭和耳機音質輸出都可以 最後看電池續航力方面,或是紅米4X的另一大驚喜 5吋720P小的機身,但中低階的規格 再加上4100mAh超大電池 實際表現我們就按照統一電池作用力測試 用一半螢幕亮度先播放一小時YouTube影片 再看一小時Facebook,再打Clash Royale一小時 結果仍未超越到小米Max 2,但效果已經很接近自家的Note 4X 又或是用了更新款低功耗處理器的ZenFone 4 又或是C7 Pro這些用AMOLED螢幕的大電池手機持平 考慮到紅米可能只是大家的備用手機 使用量都會比較低 只看WhatsApp通話的話,續航力就更加誇張 結論,沒有什麼特別的設計,但工藝可靠 小的機身都適合單手操作 以及小米都下放所有自家功能到最低階入門的紅米4X 系統操作都是順暢,尤其是多工表現 3GB RAM版本已經去到靈魂的切換Apps 但當然開Apps速度都是大幅度不如旗艦手機 喇叭外放和耳機音質輸出都是滿意的表現 甚至電池作用力還超越了一些同樣大電池的中高階機 只是相機和720P兼偏黃,光亮度不太滿意的螢幕 都是這部千元級手機最大的犧牲 今天紅米4X的深入評測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喜歡的話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即將會有小米5X的深入評測 雙鏡頭初步的效果都是非常驚人有驚喜 大家繼續留意,下次再見